YouTube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视频流平台 截止到2012年 YouTube每个月的月活跃用户为26亿 根据统计 最受欢迎的内容语言主要为 英语、印度语、西班牙语 其中英语占比60%以上 对于我们中文用户来说 通过YouTube获取一手的英文信息 学习英语这门语言 YouTube可以说是最好的免费语言学习平台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些顶级的YouTube英语教学频道 看完这些内容 一定让你的英文能力完成从0到1的英雄级变身 Rachel's English 这个频道有超过400万的订阅用户 是目前个人认为 油管最大最好的美式发音教学频道 从26个英文字母的发音 到每个音标的标准发音 频道主Rachel 都用她那标准的美式口音 代文完整的过了一遍 是真正的从0开始学英语 除此之外 还有手把手的美式英语发音规则课程 从源头上解析了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真实的发音特点 解决我们的听力问题 另外 该频道还制作了大量针对美国新移民的语言学习指南 从衣食住行到找工作面试 一应俱全 可能有些朋友对看这种全英文的教学频道会有些畏惧 更倾向于中文博主开设的英语教学频道 我的个人感受是看中文博主的英语教学频道更多的是在学中文 而不是英文 先撇开那些中文博主本人的发音是否准确不说 很多视频当中讲中文的时间远远超过其教英语的时间 Rachel's English目前有800多个视频 博主几乎对每个视频都添加了自己的英语字幕 这比油管自动生成的字幕更准确一些 对于听不懂的地方 我们看字幕就好了 这就解决了英语初学者听力差的问题 这个频道我本人关注了两年多 也仅仅看了几十个视频 我的英语发音就提升了很多很多 尤其是听力 我发现当你学会了某个词的正确发音 再次听到这个词时就能完全听懂了 所以如果哪个朋友可以完整的学完这几百个视频 我相信你的口音几乎可以达到本土美国人的水平 你能听懂油管上大部分的英文视频了 关于英语发音 这里还有一个叫Sounds American的频道 这个频道完整的解析了美式发音的所有音标 使用精美的动画制作出了发音口型 还提供了练习单词 视频发音为比较浑厚的男性声音 所以将Sounds American和Rachel's English 这两个频道配合使用 一定会让你的英语发音和听力原地起飞 Learn English with Englishclass101.com 这个频道我相信很多想学英语的朋友都看过 有一千多个视频 内容几乎涵盖了英语学习 听说读写到语法使用的所有内容 不过内容过于纷繁复杂 不够系统化 我们一般人很难坚持看下去 但是利用这个频道 既单词和短语是很不错的选择 他们对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词汇都做了完整的总结 不同于某些频道使用机器语音 该频道对每一个单词都做了例句解析 都是美女真人发音 就我个人的学习感受来说 这样系单词更加准确牢固一些 因为它对每个单词都做了英文的解释 除了单词我们还能学到句子 就是具体如何使用这个单词 最重要的是 这种靠看视频或者听视频学会的单词 能最大程度的训练我们的听力 当然可能这样学会的单词 你不会写这种英语文盲的状态 不过能听能说 对于我们大部分的英语学习来说 就已经达到了目的 Learn English with TV Series 对于网上盛传看电影学习的方式 我也曾经尝试过 不过最终的结果往往是 看的电影数量大于学会英语单词的数量 很多人推荐我们关了字幕看电影 但是你关了字幕 我们就不一定能理解电影中某些关键的情节了 所以为了看懂电影 我们还是会打开字幕 这样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而这个Learn English with TV Series 则可以很好的兼顾我们既要学英语 又想看电影的需求 他们解析了电影当中各种演员不同的口音 以及常用的方言俗语 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影片的内容 顺便理解英语国家当中不同的口音和俗语 如果你看这个频道一段时间 就能体会到 能够看懂英文电影 才是英语学习的最高境界 电影中的英文 更多的是一种英语国家地方文化的体现 里面包含了更多的人文语境 如果我们能够最大程度的理解这些俗语 听懂各种不同的口音 这将对我们的英语听说能力 有本质层面的提升 这五个频道我们可以归结为网红类别的频道 Speak English with Vanessa的博主为美国人 它的频道主要以教授美式英语为主 跟着它的频道 我们可以学到地道自然的美式俗语 频道内容主要以听说训练和单词学习为主 English with Lucy的博主为英国人 那自然通过这个美女博主 我们可以逐渐适应英式英语的发音语调 她做了很多英语口音的对比视频 十分有意思 她的频道更多的专注于英式语音 和基本英语语法的教授 English的博主是一位澳大利亚美女 她的频道则更多的专注于句式和语法的教授 相对其他博主她的说话速度较慢 我觉得比较适合没有系统训练过听力 而对语法比较感兴趣的朋友 Learn English with Papa Teach Me 这个博主也是来自于英国 和其他美女频道不同的是 这个博主比较爱演 走的是搞笑教学的路线 如果你是那种一看书学习就犯困的人 建议来这个频道 博主Papa无论是教单词还是语法 都能以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表现出来 我们可以在娱乐当中完成英语学习 Learn English with Bob the Canadian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博主来自加拿大了 他也是我最喜欢的网红类英语教学频道 博主应该是一名退休英文老师 所以他的教学方式也比较特别 他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词汇 结合真实的物品和动作表达了出来 这样有利于我们理解具体的单词含义 这比单纯的拿单词书背单词的效率高多了 他的教学内容更偏生活化 没有复杂的句型解析语法讲解 更利于零基础的普通观众学习 这五个频道基本上没有教学质量的高低之分 主要看我们本身的学习需求 例如你对口音的要求 对学习方向的需求 每个频道都对单词语法 句式的教授有不同的侧重点 不过缺点也比较明显 就是这些频道的内容不够系统化 比较杂乱 没有一个听说读写 比较清晰的学习脉络 很多资料需要我们自己去理顺整理一下 这个平台没错 准确的说它应该是一个平台 Inkway旗下有很多来自各个英语国家的老师 每个人教授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 有人专门教单词 有人专门教语法 有人专门教写作 还有专门针对雅思和托福的课程 例如这个Adam老师 他就有专门针对雅思写作的课程 相比我们之前介绍那些网红频道 Inkway的特点就是系统化体系化 更重要的一点是 所有老师的课程都会收录在 inkway.com这个网站里 每节课还设置了相应的课后练习 在网站里 你可以浏览自己感兴趣的重点内容 单独查找相关老师的所有课程 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想认真对待学英语这件事情 或者要参加托福雅思考试 Inkway一定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尽管这里的内容可能感觉上比较课堂化 比较枯燥 没有那么花哨 但是收获绝对是巨大的 尤其是网站提供的课后练习 一定要做一做 这是巩固我们学习成果的最佳方式 以上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英语教学频道 都是老张我本人两年来偶尔看和经常看的频道 两年前我的英语水平就是一个 普通二本四级勉强考过的水平 而经过这两年非系统化的刷这些视频 现在基本上已经能够达到无字母观看油管上大部分的英文视频了 在以后的时间里 我也计划系统认真的学完这些频道里的内容 希望彻底解决英语这个我们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大学四年 花费了无数精力和时间的疑难问题 也希望本期视频内容能够给想要学习英语的朋友带来一些帮助 如果你这边有更好的英语学习资源或是频道 请在下方留言以便帮助到更多的人 我是老张 我们下期再见